国内首起原住民身份法试线案 在上周举行言辞辩论 后续触发诸多讨论 有学者提醒原住民身份 不只是拥有血缘与认同的个人权利 同时更代表集体权 而当年之所以要定定原住民身份 正是为要维持原住民族文化结构的稳定性 学者担忧当代社会原汉通婚频繁 若不设下一定的认同条件 大量原汉通婚下的后代 直接依照血缘取得原民身份 将会对组织文化发展带来后遗症 当然今天汇学而已 是不是一定要从母性或者是用传统性 才能够代表说他愿意去认同 并不定是使用这种方式 但你总要找出一种方式 要不然的话你只是空有这个原住民的血缘 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 在未来在这个民族发展过程当中 你成为里面一个具有意义的一个成员 那反而等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之后 如今原住民身份法已实行超过二十年 代表政府与各族都透过这套法制作业 进行有效的内部控管 才不至于让原住民族有限的集体资源 走向崩盘 学者陈淑卓表示 若原民身份法该细征条文被宣告违宪 将会对原住民族集体权造成巨大伤害 像是原宝帝若让汉父宗亲取得资格 就不再属于原住民族内部拥有 整个控管机制就会崩解 因此认为此次宪法法庭不应该宣告违宪 原次新闻在前面无流台北市采访报道